好多粉丝说小买做工好的馒头宽 你看这个我们自己编的 你看我们今天就编了大概十个篮子 这种是金编的啊 因为我们自己做的话呢 会比其他师傅更用心一点 你看这个旗底用的是竹心编的 很漂亮的 以前那种面囊的啊 您看一下这种 这种就有很多的洞 然后这种是面环 这个你放锅里蒸煮又很环保又很健康 看一下这两个篮子编的漂亮吧 是真正的竹编精品啊 可以拿来收藏 放水果也行啊 而且这种的话它不会发霉 很多人都以为核桃是拿来吃的 这个是核桃呀 做的一个食盒 中秋节的时候 这个拿来放月饼送了哈 那很有排面有档次的 一个可以来你从出生用到老的竹制品 小时候皮养可以用这一头 等你长大了呀 皮养的时候还可以拿这一头来挠咬羊 好多人都喜欢我这个竹子做的保温杯啊 因为像一个煤气筒 特别的好看很精致 但是呢 你们又觉得太贵了 所以我就用这个竹筒给你们做了一个 刚才还带盖子 也是个工艺品 就这样下来挠咬羊 就这样下来挠咬羊 对你怎么办 就可以做了一头来挠咬羊